你 你说他会见我吗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进去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真的 真的 厅长 如果一会儿气氛 聊得好 你可以多聊两句 如果聊得不好 来两句就撤 黄梦 我在这儿等你 好吗 嗯 好运气 快 谢谢 走 以前的婆婆 你 好运气 有很多 好运气 我 抱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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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孩子也学会了用这种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妻子 我看你沮丧得要有好沮丧的样子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气氛不好的话赶紧就出来 你看你聊了多长时间 还这么沮丧地出来 这什么情况 不是沮丧 是难过 我妈妈跟你说了吗 我妈妈跟你说了什么吗 趁车聊吧 好 你说吧 他妈妈跟他爸爸离婚的时候呢 他爸爸坚决不让他把孩子带走 甚至是以死相逼 说走可以 除非他和林一斌都死了 疯了吧 他妈妈没办法 就只能答应这样的条件自己走 每次我去看一斌的时候 每次我去看一斌的时候 一斌都很开心 每次我说我要离开 他就抱着我说 妈妈别走 妈妈别走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 我刚上来 他马上跑下去 把我的自行车 给气给放了 然后冲到门口 恶狠狠地跟我说 我知道下面有一个叔叔在等你 我绝不会 让你和他得逞 我说没有什么叔叔等着妈妈呀 没有什么叔叔 他说 我爸爸说的 你就是有叔叔 你不要我了 后来我都祈求他爸爸说 咱们复婚吧 或者你把孩子给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可是他爸爸 居然恶恶恶地跟我说 儿子永远恨 情侣以后 永远都别再来了 一晃啊 二十多年过去了 后来他爸爸过世了 我也想回国 妈 我真没想到他来接我 刚开始的时候 我住朋友家 后来有一天 他问我 问我是不是独身一人 我说是啊 他忽然跟我说 我妻子想要跟我离婚 他对我不忠 想走 一别 你 你有没有冤枉人家 不可能 宁愿也跟我在一起 这 妈 如果宁愿也跟我在一起 住在我家 我随他去 我可以离婚 一别 你是不是让我跟你住在一起吗 妈 跟我住在一起 我伺候你 我给你养老送终 妈 我不能没有妈 我想有妈 可以吗 因为你回来 他同意和我离婚 对于我是一种解脱 可是对于你们母子来说 能团聚 是一件好事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他突然对我冷淡了 之前的那些需要 全没 后来 他就把我送到了敬老院 好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不管任奕彬的童年有多悲惨 但是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 还为他自己的行为复杂 那你说他这样的人还能治愈你 我不管他能治愈你 咱俩谁说的都不算 等我 好 感谢观看